接下来请收看 善知识法语 佛子行三十七颂 嘎千人波切开始 第三十段颂文 若无智慧已五度 不得圆满菩提果 故具方便离三轮 修智慧是佛子行 如果没有大手印的智慧 是不能够成就佛果的 佛果是方便与智慧两者 结合在一起而成就的 而方便指的是大悲 这里提到要离三轮 三轮是什么 大家认为我是存在的 众生是存在的 这一切都是实有的 有我 有我要修持的法 以及要获得的证悟 在一切过程中 认为这三方面都是真实存在的 就是三轮 如果我们不认为心是实有 又因为心可以显现万法 亦不认为心是无 所以心不可以说无 亦不可以说是有 离开心之 有无二边 就是空性 这个空性是心的本质 并且同时具有了知此空性的明觉 很多外道认为 这个世界是恒常的 是实有的 但是内道佛教却认为 这个世界是空性 并非实有 佛教认为心的本质是空性 但却有一个能了解这个空性的部分 称之为自性明 若了解心的本质是空的话 就不会投生于色界之中 若了解心之自性为明的话 就不会投生于无色界之中 要知道心的本质是空 自性是明 这就是佛的三身功德 一切诸佛 都具备这三身的功德 就佛的心而言 与众生的心 是相同的 只不过是众生的心 有烦恼妄念 混杂在一起 其余并无差别 因为众生执着我的实有存在 不明了心的自性 因此 我们要对众生 如同疯子般的行为 表示悲悯 所谓众生的心 与佛心相同 就好比地球上 所有不同的河流 最后都要汇流入大海一样 河流虽有长短大小之别 当最后流入大海时 却变成同一个水 人虽有男女形象的差别 但是心的本质 却是完全的相同 丝毫没有差别 佛与众生 同样具备心的空性 只是众生不了解这一点 而造成如同疯子般的迷乱 对于众生的迷乱产生悲心 这就是方便 因此 经常对众生观修慈悲之心 智慧就会渐渐地显露出来 之后就会到达佛地 这就是宋文中所说 故具方便 离三轮 修智慧 是佛子行 如果不了解新的实相 就会变成错误的认知 也就是一种迷惑 迷惑 就会产生烦恼 第三十一段诵文 若不细查几过失 以行者冒行非法 事故横查几过失 断除其是佛子行 内心的烦恼 必须要自己去观察 自己仔细地检讨反省 就会知道 有没有烦恼存在 当内心仍然有疑惑存在 就是还未见到新的实相 当自己执着有一个实体 就会产生迷惑与烦恼 对于这样的状况 只要自己反省检讨 观察内心 就可以知道 自己的内心 如果有想要做坏事 等等不好的念头 只要看着自己的心 就会察觉到 当自己的内心生起愤怒时 只要看着自己的心 就会了解 因此我们要经常反攻自行 观察自己的内心 第三十二段诵文 因祸说于佛子过 令字违犯且退转 已入大乘行者过 莫议论是佛子行 现在到处都有上师 僧众以及佛法的实修者 我们不应该任意批评这些实修者 如果一位出家人批评了另外一位出家人 而这位受到批评的出家人 有很多的弟子 有很多拥护他的人 因为你说了他的坏话 拥护他的人就会因此而信心退转 这种信心退转的情形 是批评的人所造成的 有的时候批评别人 是来自于自己的嫉妒 如果说别人的过失 只会减损自己的功德 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因为当谈论他人过失的时候 内心的愤怒会令菩提心退失 所以对于别人的过失 是不需要去批评的 特别是大乘菩萨他们的行义 我们是不容易了解的 况且我们也不知道谁是菩萨 因此我们自己要立下誓言 不要以恶口去批评别人 其次 如果有别人来告诉自己 某某人做了什么坏事等等 对于这些话 不要把他当真 也不要将他执着为实友 第三十三段颂文 贪图历境互争执 令文思修业退转 故于亲友施主家 离贪着是佛子行 由于对方是我的朋友 是我的功德主 因此就告诉他 我才是最好的 别人都不好 这种是为了明文立养 而发生的争执 这种争吵是非常不好的 别人也会因为听了这样的说法 而对某些上师 丧失信心 这是对听闻者制造了障碍 其次 自己是一个实修者 自己需要经常观修菩提心 在菩提心中 如果产生了 这个好 那个不好的念头 就会造成了修行的退转 因此可以说是 造成了听闻者 及修行者 两方面的障碍 所以当我们听到了 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的时候 要能够升起 两边都好的想法 应当安住于平等舍当中 没有你好 他不好的差别像 第三十四段颂文 粗语伤害他人心 负伤佛子之行仪 故于他人所不悦 断恶言 是佛子之行 粗言恶语 绝对不要说出口 当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 即便说的是要利益他人的话语 也会变得不重听 当别人听了不好听的话 他的心中就会很生气 譬如说 有人因为生病而发牢骚 此时 我们如果催促地对他说 别不听话 赶快吃药 虽然目的是为了利益病人 对方听了 也还是会不高兴 但是如果我们以慈祥的话语 请他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赶快吃药 身体才会健康起来 这样对方听了 就会高高兴兴地服药 因此 一定要让自己 经常保持在正念正知的状态中 要断除恶言恶语 特别是在生气的时候 一定要断除言语 因为在生气的时候 虽然是出于慈悲心 想要利益他人 可是所说的话 却会令对方产生不悦 所以生气的时候要想一想 对方也是自己的父母 应当休息忍辱 不要说出不悦耳的话 这就是断恶言是佛字形 如果就善业恶业来看 我们本来是一个实修者 当我们对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对他的菩提心就失去了 当我们因为生气 而对一个人恶言相像时 脸色都变黑了 因此我们要了解到 生气就是毒药 它会导致不善的夜暴 所以无论对方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慢慢地说 不要以愤怒之心来表达 如果我们以恶言来批评别人 那就是造作了恶业 可是如果把对方当成好朋友 以合跃的心向他说明 那就是一种善业 第三十五段颂文 烦恼串习则难治 事直念之对治见 贪等烦恼出蒙时 急铲除是佛子行 当烦恼出现的时候 如果不去管他 而让他逐渐茁壮 将来要对治他的时候 就会很困难 因此要以正念正知的宝剑 来对治他 比如说 当有人来伤害自己的时候 自己的心里 立刻就会愤怒生气 可是当生气一出现 就要以正念正知 察觉到自己已经生气了 并了知 生气是最糟糕的 必须在这种正念正知之下 立刻把生气消除掉 因此正念正知 就如同宝剑一样 而愤怒生气 则如同仇敌 当仇敌一出现 就要以宝剑立刻斩除 如果没有立刻将仇敌消灭的话 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同理 当愤怒一次两次地在心中生气 如果没有以正念去对治它 愤怒就会在心中不断地累积 最终将和对方发生严重的冲突 因此当烦恼一出现 我们就应该立刻将它除灭 第三十六段诵文 总之何处行何事 应观自心何相状 横距正念与正知 承办立他 佛子行 总而言之 无论任何时候 在我们的行住坐卧当中 一定要经常看着自己的心 要清楚地知道 现在我在做什么 现在自己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当烦恼生起时 就要立刻将它去除去 要以正念正知 将烦恼清除干净 对三宝要有信心 对众生要有慈悲心 对于极度愤怒等等 不善的意念 每天都要将它们清除干净 每天都要以正念正知 来清除不善 让自己纯粹行于善业之道 并且要将善根广大的做回向 来利益一切的众生 当自己走在路上 对于路上往来的行人 要将他们视为自己的父亲母亲 要好好地去帮助众生 要想到 每个人都是好人 要经常对别人讲好听的话语 以这样的方法 不断地利益一切的众生 第三十七段诵文 如是勤修所生善 为除无边众生苦 西以三轮清净会 回向菩提 佛自行 我们以身与意不断地造作 无量的善行 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 能够远离痛苦 到达究竟的佛陀果位 特别应当 以三轮清净的智慧 在了知一切众生 都是佛的情况之下 将善根 回向给众生 让众生皆能证得 菩提的果位 无助贤菩萨在最后的 《结形》诵文中提到 以上所讲述的内容 与佛陀所开示的教言 和论点的意义 都是相同的 但是我将他们开示的精华 涉及在一起 归纳成这三十七段诵文 诵文中又提到 自己是没有什么功德能力的 但是由于心中 想要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才做了这个归纳涉及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要向诸佛菩萨